大家好,今天是3月20日 回到明報報索賣身擊的時間 今天和大家看看道指期貨 上個星期美國期止結算 轉為6月4毛1日 完成期止結算後 你見到今早是回的 回到32065 上個星期5日是反覆還行 一直大型上落市 我相信主要原因是有機會受到結算的影響 再加上今個星期會看FOMC的意識 星期四凌晨會加0.25 還是會因為銀行關閉問題 而令聯邦儲備稿不加息 但在技術面上 就算怎樣看 在刀中的道指期貨 基本上仍然是上不到10天線 上不到200天 上不到250天 開高也是再下來 技術面上仍然是反覆偏遠的 看看周線 其實前個星期開始下跌 上個星期曾經一度好像站穩 但我覺得暫時來說 也算是受到轉倉的影響 早前也有跟大家說過 你爬不回到50周 例如上不到32,600 或32,800 基本上你預計後市 DOWN中心會有機會再進一步下跌 現在暫時來說 你仍然是sell on top 仍然採取高沽策略 看看可否再跌深一點 上個星期最低下跌到31,400 但31,400 大概都是屬於三月期貨 現在看看會否再繼續跌下去 預期整個星期會 你説下跌到30,000多 30,000邊皮 都完全是有可能性 所以在道指上 我就不建議大家去call 不建議大家去買 你可以做小一點 今個星期因為有FOMC儀式 我們要留意FOMC儀式 究竟會加0.25 0.5的機會 我覺得不大 問題是會加0.25 或是不加 全世界都會去看加0.25 仍然保持一個相對高息的環境下 看看道指可否有本事上去 暫時來說都是反覆偏遠 要做都是sell on top 爬不上去 放328,000都可以 上不上去的話 我們會向3萬邊皮進發 看看美股是否會下跌下去 就是這樣 暫時 我都不會建議大家去買美股 暫時都是做一個向下調整 等它調整深一點的時候 我們做底下 我們才建立了 即是建立了底下 我們才會嘗試去看看有沒有股票買 暫時仍然都是看淡的 就是這樣 好嗎 今天就這樣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留言給我 拜拜 再欣賺